有很多人是用青春的幸福 做成功代價 非常一世界 收集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郭子乾 大家好 我是智希 智希妳有沒有聽過火山爆發 有 不是 我不是說形容詞 我是說妳有沒有 親眼看過火山真的爆發 親眼看過 親眼看過的人應該都死了吧 有概念 因為火山灰就會把我們 看到的人都淹沒了 對啊 厲害… 不過我告訴妳 我以前在20年前 去跟九孔去到美國 去演舞台劇的時候 要回程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我們整批人到了機場 到了機場 航空公司才跟我們講說 因為飛機延遲了六個小時 那我們是進退兩難 也不能回飯店 只好在機場趕等 那趕等因為我們的飛機 會經過阿拉斯加再回台灣 那阿拉斯加聽說我們 延遲的原因是因為 阿拉斯加的火山爆發 然後九孔就很無聊 好 但是也很有趣 他就跑來問我 那我們演一下… 我是九孔喔 壞…飛機飛機延遲延遲 壞 OK… 別擔心 我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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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阿拉斯加 是火山開啟開啟 所以飛機延遲延遲 我知道… 我知道… 火山 對 火山開啟啟 開啟啟啟 就是開始嘛 迷路就燃燒嘛 我那時候英文好菜 好爛到一個爆 然後呢 就在那個機場 我們六個小時就演了五 每一個小時九孔就來問我 壞壞壞 開啟啟 OK… 謝謝你 因為火山開啟啟啟 那你現在會火山的英文了嗎 我現在好像會了 叫Vocano 怎麼拚 怎麼拚 等一下拚給大家看 Vocano 我們趕快來介紹我們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 可愛又活潑的吳鳳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許浩平博士 嗨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們莊啟明教授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們藝術史教授 邱建宜教授 大家好 好 那這個我要 首先就要問 這個火山開啟啟啟啟 我是用每一個單字銜接 叫火山開始燃燒 台式英文 真正火山 來 吳鳳教我們 火山爆發怎麼講 火山爆發呢 雅納德 他講是土耳瓦 因為我是土耳瓦人 他是土耳瓦人 你問一個土耳瓦人 火山怎麼講 我當然可以跟你講 英文啦 英文的話 Vocano Vocano 爆發呢 Vocano怎麼講那個 你也不會 Eruption 你也不會嘛 好像他的英文鼻孔 還跟標準 浩平到底正確是怎麼講 火山爆發 Vocano Eruption 對 Vocano Eruption 好 那我們現在既然講到火山爆發 我們趕快來看一段火山爆發的影片 哇 好可怕 很拉力 喔 好近喔 你看那個榕漿 好熱的感覺 好像人間煉獄喔 好恐怖喔 剛剛那個畫面真的是觸目驚心 好可怕 大概方圓10公里以內 幾乎 都化成灰了 都化成灰了 是的 是 吳鳳你有看過火山爆發嗎 還是 我覺得我太年輕了 我也沒有看過火山爆發 不見得年輕的人就沒看過 有時候路過 剛好那旁邊 死火山突然爆發 也沒有看過 但是 但是因為我是土耳其人 是 土耳其有火山嗎 有 非常的多 土耳其的東部 土耳其的西部 很多地方我們都有火山 所以在土耳其 很多那個比較特別的堤型 就是 的原因就是火山爆發 尤其是卡巴多恰 大家都聽過吧 熱氣球的地方 也是火山爆發找出來的一個地形 卡巴多恰 卡巴多恰那邊 那火山那麼多的地形 為什麼要放熱氣球呢 沒有那邊因為熱氣球 從高空看的時候 那邊的地形 可以看到火山 咬看非常非常的狀態 是這樣啦 我以為他怎麼不怕那個火山噴起來 沒有 因為好幾千年以前 火山就是爆發之後 飛過來的石頭 一直就是落在那個 就是那個地上 後來呢 經過那個霞水啊 然後呢下雨之後呢 慢慢的慢慢的造成一些 就是 像個煙囪一樣 煙囪一樣的 常常的那個 青檸 青檸 常常的一個土 有點像是一個 像這個常常的一個石頭 但是最下面是那個有一個土 有點像是那個香菇 但是有好幾千個好幾千個 所以今年呢 就是現在已經非常多的觀光 可是因為有火山爆發的關係 因為有這些地形的關係 來土耳其 但是 幸好所有的火山 目前在土耳其都是 石火山 都是修飾狀態 那就好 就偏門會觀光景點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要問一下 這個邱建義教授 這個火山爆發 它跟這個歷史有關係嗎 還是說跟這個地形地物 它是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都是有關係 對 有關係 剛剛那個在講土耳其的火山 對不對 其實在土耳其有一個 這個現在很重要的一個觀光景點 吳鳳已經知道 就是那個棉堡 那棉堡 那棉堡你如果去的這個地方的話 他看到很多那個 很多那個像是 像溫泉這樣的東西 是 它其實棉堡的那個地方 它其實就是火山形成的那個溫泉 那從這個地下湧出以後 形成當地一個特殊自然景觀 所以現在是觀光景點 所以其實火山爆發 對於這個很多地方來講的話 是重要的文化資產跟文化資源 那土耳其的話就是這個例子 所以其實火山爆發 其實不只是個天然災害而已 有時候 有時候啦 當然 這個你如果剛好 站在火山那個地方的話 那叫災害 不過如果說 你剛好不在的話 事後再去的話 那個叫做觀光資源 所以其實火山爆發 其實未必是一件壞事 為什麼 因為這是地球在活動的一個證據 像我們到棉堡去的時候 就土耳其的這個叫 帕穆卡里這個棉堡 剛才這個初老師講的這個地方 事實上它還有些 就當著火山爆發 把那些類似羅馬列柱的古蹟 埋在下面 所以我們還可以在溫泉裡面潛水 然後看那些列柱啊 那些古蹟 哇 很壯觀 講到這個火山爆發 剛剛土耳其這麼多火山爆發 我們最有名聽過的就是 義大利那個龐貝古城 維蘇維火山 對 聽說18個小時之內 這個古城整個就被火山的溶江 給淹掉了 其實維蘇維火山的情況 是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看一張照片 這個是上次 維蘇維火山爆發的時候照片 1944年 1944年 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 上面這個正在冒煙這一個 這就是維蘇維火山 然後那個煙 你看那個煙出來以後 它是往這一個東南方向漂的 近景這個地方是拿破裏 就拿破洛斯賣炸雞那個地方 是這樣子的 拿破裏披薩 近景就是做披薩 拿破裏 你看到有沒有 煙是往旁邊這張漂 這一座火山爆發 其實沒有錯 這個到底是 應該是怎麼樣爆發 其實因為歷史記載並不是 不是百分之百清楚 那有人講18小時 但是我看到的資料 大概是三天左右 才讓造成災害的 那事情是這個樣子的 其實這個是一張 這個考古學上又常用的地圖 我們來看一下 上面這一個就是維蘇維火山 看到沒有 這個是拿破洛斯 這是拿破洛斯 下面有好幾個城鎮 而這個地方的這個區塊 全部被火山灰掩埋 可是納不勒斯沒有 所以納不勒斯的話 其實甚至幸免雲爛的 看到在這個地方 那所謂的龐貝 我們講那個最主義的龐貝 你看在這個地方 在很遠的地方 看大家有沒有 離山還是很遠的 很遠喔 它其實很遠 為什麼一夕之間就 這個龐貝沉著不去 其實為什麼一夕被掩埋掉 其實 真實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發生的 其實維蘇維火山 這座火山可能跟其他火山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在台灣的話 講說 Volgeno火山這個砰爆發這樣子 大家想像的就是那種 從那個山頂上砰 然後開始冒岩漿 開始噴石頭之類的 其實每一種火山 爆發的情況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那維蘇維火山呢 最大的問題不在於 它冒那個什麼岩漿 或是噴石頭之類的 而且呢 它在爆發的時候的話 它從山頂這個地方 它噴出大量的泥沙 還有那個水蒸氣的 順著這個火山的那個氣體 一直往上衝 那人 衝到天上去以後的話 那個煙就是那個火山灰 就是順著風向往東南方向飄 往東南方向飄 所以其實 離這個維蘇維火山 最近的納布勒斯它沒事 可是比較遠的地方出事了 可是出事的時間點的話 其實是在三天後才發生的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其實 在西元79年 這個火山爆發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人到這個地方去 那這個人的名字叫做 這個普林尼 普林尼 普林尼有兩個 一個叫老普林尼 一個叫小普林尼 那老普林尼呢 是當時 羅馬帝國 派駐在納布勒斯的海軍司令 當時那個龐貝爾 所以他管了這樣子 他就因為職責所在 他就跑去看一下 那個人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就跑去看了 那三天後 他被發現死在 這個龐貝爾那邊的海灘那個地方 那這個事情後來是由那個 小普林尼寫信跟朋友講 這個到底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才知道 大致的情況是怎麼發生的 那當時呢 這一個火山爆發的話 在當地據說造成很大很大傷害 為什麼呢 因為 根據小普林的說法是這樣講的 是說呢 這個煙飄來以後 其實說實話 這個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說的話 大臀山爆發的話 大臀山爆發的話 我往高雄走 往高雄走嗎 我告訴你 其實大部分人 如果看到大臀山爆發 第一時間的做法是幹嘛 知道嗎 是怎麼樣 拿起iPhone開始自拍 知道嗎 對 信拿卡卡 太重了 哪有先逃命的 對啊 哪有先逃命的 奇怪這種東西不是免內看得到 不是嗎 對不對 而且那個火山爆發的時候 你人在台北市 台北市你大臀山那個地方 大概還有十幾公里的距離 所以其實 你那個煙也好 什麼...蒸汽 什麼熔岩 我告訴你 除非你人真的站在火山頂上 要不然你根本還看不到 你只遠遠看到那個山頂在冒煙 在冒煙 當年的龐貝就是這種情況 他們看到冒煙覺得沒事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維修維火山 在之前也爆發過一次 龐貝也爆發過一次 那個爆發以後 當時沒事就這樣子 後來 所以在第二次在大爆發的時候 當時龐貝人以為沒事 所以 當那個煙一直往上冒 一直往上冒 越升越高 越升越高的時候 覺得你知道那個煙是很熱的 它裡面混著那個水蒸氣 記得 記得那個天空 那個所謂那個平流層 比較冷空氣的地方的時候 這個時候 水蒸氣遇到了這一個冷的空氣 突然之間凝結 三天後下大雨 這個雨的話 是黑雨 黑色的雨水下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其實也不是雨 叫泥巴這樣子的 那個灰塵混著泥巴 啪啪啪下來這樣子的 結果這個龐貝城就被這個 這個泥巴水突然之間 一下子就蓋掉了 那個龐貝城比較碎的地方 是他剛好在山腳下 就是那個泥巴水 是那個山坡有沒有 像土石流一樣 剛好一個凹槽就把它填平 這個都動完填平了 你知道嗎 龐貝城住了十萬人 那十萬人呢 這個當場被隱瞞的 大概是一到兩萬人左右 去估計一到兩萬人 有大概八萬人左右逃走了 逃走的時候的話 其實他們之後 有試著回去想把那個龐貝城 挖出來 但是問題是 再找不到在哪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那一片區域裡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這張圖裡面的這一個區域 就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的話 大概被埋在八到十公尺的 火山灰下 差不多有快三層樓 三層樓高度 所以當時的話 其實完全找不到任何的痕跡 所以後來到大概十八世紀以後 才從考古學校 從土裡把它挖出來 才挖出來 哇 這個西元才前 還不到一百年就發生這個事件 而且這攝影師啊 好像從空中啊 去拍攝這個火山口 竟然是一個大大的一個笑臉 是真的嗎 我們看到很多的雲 在某些情況之下 也會出現特殊的形狀 那個笑臉應該也是自然的景色 因為這個龐貝城被掩脈的太神奇了 所以歷史上就會把這個當作 一種穿著互惠的故事 那我們這個也有一個影片 就是火山恐怖的警訊 到底多恐怖的警訊 我們看一下 這個恐怖的警訊 就是熔江嘛 大量的流出來嘛 那可是問題這個沒有辦法去預知吧 爆發前應該有些警訊 對 會有些跡象 比如說 剛才邱教授有講到 其實當時的龐貝城 他們覺得很遠嘛 看到冒煙啊 沒事啊 但你知道他那火山灰過來的時候 我們剛剛只是想說是灰 或者像我們莊教授講的說 你感覺好像雪 但別忘了那是燙的耶 其實很多過來以後是被氣化的 是整個被燙傷 然後整個都變成被消死的 老師們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是已經過了好幾百年 好幾千年 所以我們還是不太知道 這個火山爆發這件事情 是沒有 我們沒有看過嘛 不過那個所有的人喔 完全不知道那個是一個危險嗎 他們不知道嗎 他們知道他只覺得蠻遠的 所以就沒有這種警覺性說 因為他不是瞬間這樣過來 而且以前也發生過 對 以前也發生過 一次沒事 對 它就掉以去 以為是政府那個慶典放煙火 對啊 我這邊有一張圖 這邊有一張圖在這邊 這個圖是在這個 後來龐貝考古挖掘的時候 挖到了一個 就是當時龐貝 他那個神殿在重建 因為你看這邊有寫 這個是西元62年 這個大地震 實際上那次是火山爆發 然後這個後來重建神殿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 就是神殿上的一塊石碑 後來在這個旁邊挖掘的時候 挖出來你看到沒有 這個屋子裡面的話 其實這個屋子是歪的 這邊是歪的 這個也是歪的 那這個屋子歪 歪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其實火山爆發的時候 通常伴隨著大地震 那地震的時候的話 其實這個當時旁邊建築 準備震歪了 所以你看到沒有 62年就發生過一次了對不對 可是79年在發生第二次的時候 他們完全沒有感覺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因為很簡單 因為其實火山爆發這個東西的話 很多人認為說 那很危險 當然是危險沒錯 可是重點是 除非你人剛好 人在火山的正上方這個地方 要不然的話是不會有事的 那你看 這個是在旁邊挖掘的時候 挖出來的 那些骨頭的部分 這個地方挖出來這個地點 在哪知道嗎 在大競技場的這個地下挖出來 在地下 地下挖出來的 而且最有趣的是 那一些被挖出來的人 他是被煉住的 就是鐵鍊 是煉在那個地窖裡面 就是當時旁邊城那個大競技場 那個下面那個地窖裡面 那是囚犯嗎 應該是奴隸 或者是這些 這個比較地下層的人這樣子的 那主人講說 那我就火山爆發 我先離家幾天 以後再回來這樣子 那家裡的仆人怎麼辦呢 怕他也落跑嘛對不對 那怎麼辦 全部都練起來 那從這個 練了這個動作 可以知道一個情況的時候 其實 其實 在事情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真的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做準備 比如說他們可以把人練住 然後觀察一下情況怎麼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講的 因為龐貝城的這個情況是 他離火山事實上還有段距離 那那個距離大概十多公里遠 大概就等於台北市 看大屯山這樣的距離這樣子的 所以 其實是可以跑的 當時的話 你就不覺得這什麼問題嘛對不對 你就看到那個砰 爆發 然後大家就開始的話 火山爆發 要看看怎麼樣 灰落下來了 那是不是要跑 再考慮一下 最後決定要走的時候 是三天後的事情了 所以其實 龐貝城的毀滅 是三天後的毀滅 龐貝花出來最多就是妓院 什麼妓院 這是妓院 他都在哪知道嗎 都在菜市場旁邊 泰市場旁邊 龐貝的那個菜市場 市場 順便買菜 順便去一下 不是 應該是先去 不是 不是 老婆在買菜嗎 騙老婆都去買菜 老婆去買菜的時候 沒有老公偷偷鑽進去 這是你們的房間 有看到了嗎 跟華西街的一樣 這應該是好 你有去過嗎 龐貝城的毀滅 是三天後才發生的 他們太小 他們是說在18個小時之內 就把這個整個龐貝城毀掉 要靠三天 對不對 三天有火山灰這樣掩埋下來 還有加上地震等等 而且他們那些死亡的人 都像是還在走路的那樣 都還在動態 對 有人是這個樣子的 其實我們當時到那邊 你可以看到很多 他死亡瞬間那一刻 為什麼 因為那火山灰這樣下來 會整個包覆 那他等於裡面 全部被熱的氣化掉 他們後來就把這些 在灌石膏進去 等於說他可以完整的看到 這些當時火山爆發 然後三天後他們死亡的 最後一瞬間的情形 有的這種媽媽抱著小孩 還有的那種痛苦掙扎 最後那個表情都可以看得到 很可憐 就像土石流瞬間 進入這個村 把這個村整個埋起來一樣 對 但是我要提出一個呼籲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看到 很多恐怖的那些流漿鏡頭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很自然的 岩漿 火山為什麼會爆發 就我們要回到地球了 地球46億 滿出來了 不是 地球46億 不是 榮漿滿出來了 志祥 意出來了 你知道那個 陸地什麼時候才出現你知道嗎 大概46億嘛 20億 20億啊 果然你是這個台北智利大賢 超險 我跟你講 前五一年都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榮漿 而且是整個地球都是榮漿 它那個叫Lava 全部都紅的 紅色的 再經過五一年才慢慢冷卻 水才出來 經過水以後 慢慢把這個榮漿慢慢…冷卻下來 第41億年才開始有陸地 各位 我們現在的地殼多薄你知道嗎 多薄 雞蛋殼一樣 比蛋殼還薄 你怎麼口袋裡面 才是有一個地殼 比蛋殼還薄 這一定很及時 了解吧 那我們要注意 這個地球裡面 還有很多的榮漿在 為什麼會有火山爆發 這些榮漿還在地殼下面 它隨時在怎麼樣 在流竄 也因為這樣子 41億年前新生 大陸的時候是連在一起的 一大塊 那後來慢慢慢慢下面的 下面的那個沿漿出來 地殼變動 飄移… 慢慢就出現這樣的地圖 再來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各位如果把地球魚拿出來一看 這些湊在一起是一塊的 對 沒錯 下面都是怎麼樣 你看那個非洲 那一塊跟南美洲其實是NACHE的 這一塊跟南美洲塗出這一塊 剛好都在一起 土耳其還沒有 那個時候連土耳其都還沒有出現喔 那會有這些現象就是 岩漿冒出來 冒出來把整個板塊大地拉開 但是有一些還遺留在地下的 在這個大堆裡面剛好 沒有地方有出口 火山就出來了 所以火山的出現是 對地球來講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是 很正常 讓它有一個宣洩的出口 不要讓它滿出來 我們至少找幾個火山口 讓它多餘的噴發 這是正常能量的釋放 對不對 按照這個地震學家 講的正常能量釋放 像智希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就要讓他先信一下 對啊 他常常 火山爆發 想問 他不會生氣 他這個就是看起來 很甜的一個女生 他是帶來爆發 爆發就是讓人家覺得很恐怖 對不對 比龐貝還更可怕嗎 他會淹沒所有的人喔 那據說這個龐貝城被淹沒的時候 那個龐貝城裡面的路標 相當的特別 有多特別 有這個很特殊 這個我知道到時候 可能裡面要打很多馬賽克這樣子 為什麼 來 看一下 龐貝的這一個路標 這是 這個符號有點遠 是一個勃起的樣子 是個箭頭嗎 對 是個箭頭 它其實是一個這個性器官的樣子 南進的 南進的那個 其實 當然火山爆發是個悲劇 但是整個龐貝城被蓋到下面去以後 其實對於 這個考古學會研究人類 文化歷史的人的話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對象 也很簡單 因為其實龐貝城被掩埋以後 當地人來不及逃對不對 所以日常生活的所有東西 都在裡面前都會重新再出現 就是像個石框膠囊一樣 它被封在地下 然後經過2000年後被挖出來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像這樣的東西 這支壁畫 可是你看他在幹嘛 在調情 他在調情嗎 身手在摸這個男生 身手在摸女生的那一個 抹方面這樣子 因為他要幫他買罩杯 在這個不能目測 其實不是 告訴各位 其實不是因為要買什麼東西 而是 婚紗照 不是 婚紗照 不是 結婚照 以前我們在歷史課本裡 有看過這個東西 可是從來就沒有人真正看過 他們那時候很窮都沒有 沒有門前埋意 這個是羅馬人的習慣 因為當時旁邊被羅馬人統治 他們認為說 這個在新婚的時候 知道嗎 這個新郎 驕傲的在對所有的賓客 展示他新娘的 自備兩大桶克林奶本這樣子的 他覺得很漂亮的意思嗎 不是 就是我的夫人自備兩大桶奶本 炫耀說我的妻子奶水充足 可以比喻下一代這樣 好好的養下一代 給各位看兩張圖片 這兩張圖片的話其實是 這一張最有名 最有名 這張有名 這張張圖 它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這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神 這個神的名字叫Priapos 它是個什麼樣的神呢 事實上 這個東西發現的地點 是在一間豪宅的門口發現 它可不是說 你這個圖 這個壁畫畫在什麼 房間裡不讓你看 不是喔 它的大門不讓你看 那這個神是什麼神呢 事實上也是 武羅馬時候的這個洋具之神 就是它的那個 性器官之神這樣子的 那為什麼畫在門口呢 這個說法很多種 那有一種說法講說 其實Priapos 畫在門口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據說 可以讓來家裡的賓客 受到沉澱內心的效果這樣子的 沉澱內心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你被激動 你會看到會激動嗎 你原來也有男性 原因很簡單 因為那一個神 他正在拿著蹭 拿著蹭 正在蹭自己的納畫這樣子 他在告訴你 來家裡的所有人講說 你看看 人家都拿著蹭自己的納畫這樣子 你自己 墊墊自己的分量這樣子 老師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你也去蹭過 沒有… 跟我的那個沒有關係 因為 這是我以前 就是我們在土耳其那邊 我都常常聽過一個故事 龐貝那個時候 好像是 那邊的人的一些生活習慣 好像是有時候是不是很好的那種感覺 他們就認為很萎靡 很奢華 慌疑無度 還有這樣講 所以才被火災那個掩埋 對… 有這麼一說 對 道德說 所以有些人覺得 龐貝遇到這個 就是那個 是有天譴 就是災難 是一個正常 就是一個老天爺懲罰他們 但是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不過 有此一說 但是那個什麼 這個是在那個旁邊出來的油燈 它的油燈造型也要這樣 前面這個就是 放油燈那個燈蕊燒的地方 好可怕 我想可能南京觀眾看來會覺得 就是一陣痛的感覺這樣 對 那其實像這種東西在旁邊真的很多 因為 土耳其是 土耳其也有 我買過一個土耳其也是類似這樣的 也是都有這個 這是一個好大的一個 可是這個代表 那個時候土耳其住的人 也不是土耳其人 因為土耳其人是來自亞洲的族群 對… 所以那個時候土耳其住的人是 就是羅馬人 然後其他人 就是這個剛剛你們看到的那個 小雞雞子那個是 那個不曉得很大 這就是一個意思 他講的因為是小雞雞 所以意思是豐富的意思 所以在土耳其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田 他們在抓 一直在挖挖的時候 常常出現這種 古代的這些吊遊人什麼東西的 然後遊的觀光客 會買這種東西帶回家 古獸的民族會有很多崇拜 有的崇拜他們心中的神 有的崇拜動物 像有的崇拜豬 有的崇拜牛 有的崇拜性器官 對 性器官也很多種崇拜 所以說也就是說 在西元60年70年 70年那時候 龐貝城他們整個文化 可能說是非常的這個 不受道德約束 其實也不能講不受道德約束 因為其實龐貝這個城市 其實如果以古羅馬史來看的話 它這個地方是比較屬於那種 度假性質的地方 就是那種 暖定 崁城這種地方 所以當地的話 其實充滿一種 像剛剛你們講的 就是比較浪漫 比較放鬆 各種特質這樣 你知道嗎 在旁邊挖出來最多就是妓院 這是妓院 這是妓院 這是外觀的樣子 其實你的妓院很有趣 它都在哪知道嗎 都在菜市場旁邊 旁邊的那個菜市場 市場 順便買菜順便去一下 不是 應該是先去 不是 是老婆去買菜的 不是 智希果然聰明 老婆去買菜的時候 老公偷偷鑽進去 不是 等老婆太久了這樣子的 所以去旁邊這個 一個休閒一下 去休閒一下這樣 這個妓院的話 其實很有趣在哪知道嗎 你看這是 這是旁邊的妓院裡面的內觀 長這個樣子 你看一間小房間 那房間裡面長什麼樣子呢 長的是這個樣子 這是你們的房間 一個小床 一個床 有看到嗎 有去過嗎 台灣在歐亞板塊 菲林板塊每年10公公 往北一撞 撞 往北擠壓 我去台東的時候 台東的時候看到海底溫泉 全世界只有三個地方有 一個就是綠島 一個就是義大利 一個在龜山島 龜山島沒錯 而且龜山島還像 龜山島還像火海龜 它的頭跟尾巴跟腳 會隨著海流改變 那房間裡面長什麼樣子呢 長的是這個樣子 這是你們的房間 一個小床 一個床 有看到嗎 這一個小床 你要學過嗎 沒有 來學習 這一張床在裡面 從我口述知道 華西街原來是長這樣 這叫Oral history 口述歷史 對 我們那時候還夾雜在人群中間 擠過去 被拉進去 因為那時候讀國中的時候 你國中就被拉進去了 沒有拉進去 我們是去嘗試一下 人擠人擠過去 郭哥這樣一講 難怪我第一次看到郭哥 就覺得滿面熟的 我們是同一家 你跟我繳的費用是一樣 喂 但是重點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旁貝的那個妓院 每一間房間 它的那個牆上都畫了畫 當然這個畫了畫 最有確認人知道嗎 每一間房間的畫都不一樣 就是動作都不一樣 那裡面大概有幾個房間 所以二幾個房間 動作都不一樣 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畫不同的動作 我告訴各位 後來經過研究後 有才發現 原來 你知道他們服務 多麼專業知道嗎 每一間房間裡面的從業人員 他的專長 就是照壁畫那樣的動作 對 就是專長相互不同 哇 不是 他專長相互不同 所以要放完這個妓院 應該要一個月到三個月 當然 就是你要慢慢慢慢去體會一下 這樣 那時候呢 老公應該很喜歡陪太太去買菜 對不對 你去買菜 我在這邊等你 所以我們講了半天 其實重點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看他們多麼生活化 對不對 我們對於古代的人的了解 以前都是什麼歷史課本講說 什麼幾年幾年 什麼戰爭什麼 都是那種政治史的資料 可是旁邊最有趣的地方 是他多麼生活化 讓你可以一眼看到 真正古代人怎麼過日子這樣子 而且我最後講個東西就好了 你看 這一個是旁邊的罹難者 罹難者身上找出來的東西 那這邊有一根東西 看到沒有 這一根是挖耳朵那根棒子 牠耳朵的 牠耳朵 你知道看到那一根的時候 大家嚇一大跳 你知道為什麼嗎 看到那一根以後 大家愣一下 想說 人類2000年來一點進步都沒有 為什麼呢 2000年前長那個樣子 2000年後還是長那個樣子 我們甚至還退步用手指 所以你看 耳朵也很爽 古代的生活史資料 就這樣子被那個維持維火山 整個蓋到下面 所以龐貝的重要性做到這個地方 讓你真的看到古代人生活的樣貌 那除了這個我們剛剛講 這個龐貝這個被火山突然掩埋的 這個很有名的龐貝古城 還有沒有聽說過 哪些火山掩埋過的事 就是那個克里特阿 我們土耳其還叫做Girit Island 就是Girit阿的事 你是在土耳其嗎 他在希臘 他在希臘 在那靠著土耳其 愛情海旁邊 他是愛情海那邊 因為那個地區本來就是 火山頻傳 對 火山頻傳 因為那個你以前沒有愛情海 後來是媽媽的愛的時候 有一些火山可以出來 所以Girit以前 對我們來說也算是一種目標 因為它是一個很豐富的地方 所以呢 那個時候的土耳其 你很想這個 就是為了這個 往那邊跑 就是為了這個小島 就跟那些羅馬帝國 跟那些其他的族群 就大將過 因為我們看整個地中海 事實上地中海裡面 原來比如說古羅馬的時候 一直到後來 在土耳其是鄂圖曼帝國 對 那個時候它的領土 是橫跨的這個歐亞 對不對 現在也是歐亞 但以前的歐洲很多領土 包括希臘都是屬於土耳其的 那其實你看到這些文化 其實追溯到更早 其實受到希臘羅馬的影響都很大 但是這些 它都是有一個所謂 火山爆發的陰影之下 你看喔 不只是剛才看到的這個 維水火山毀滅的龐貝古城 如果你到西西里島 西西里島 我們也聽說黑手黨的故鄉 但那邊有個艾特納火山 艾特納火山 是全歐洲最大的火山 它如果真的再爆炸的話 再爆發的話 羅馬都不見 恐怕很大的慘劇 那麼那邊 像我們去看那火山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到 它那個中年積雪 然後它那個火山爆發出來 甚至熔岩下 你還看到有的房子 還有那個岩漿凝固 房子還一半在上面 所以像這些 就並不是說這個噩夢結束了 其實一直還在進行 一直還在進行 尤其台灣在歐亞板塊 菲律賓板塊 每年10公分往北一撞 往北起壓 那一樣 台灣地下還是有很多的岩漿 也在跑 所以才會有 連北投都還有 但是也有好的地方出現 我去台東的時候 台東的時候看到這個 有土耳其來的 長得滿像你的 土耳其的都長得像這樣 在台東的那個海底溫泉 海底有溫泉在那邊泡 一泡泡很久 是綠島嗎 對 它泡了很久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泡那麼久 他說全世界 只有三個地方有 三個地方 一個就是綠島 一個就是義大利 一個在龜山島 龜山島沒錯 而且龜山島還像 為什麼 因為它海浪飄 它的頭跟尾巴跟腳 會隨著海流改變 所以如果你四季來拍它的話 它會很像火海龜 這個都是台灣很重要的景點 所以這個火山的動作 的那個作用 或是岩漿的作用 其實也有正面的功能 沒錯… 這個莊教授講得太好了 就是 像你看我們常常看到那個影片 龜山島的海底 一直在冒那個氣泡有沒有 火山的濃漿一直噴出來 但是遇到海水當然就冷卻了 可是 看到很多螃蟹 都在那個火山口 好像在取暖一樣 叫做烏龜怪芳蟹 烏龜怪芳蟹 浩平 浩平 浩平就不但有去看 而且還吃過 浩平還下去潛水是吧 又潛到龜山島 帶給我們珍貴的影片 我們看一下 到火山口前 我才剛剛去的 幾公尺 差不多十幾公尺 差不多二十公尺的地方 是你嗎 這我啊 哇 你看全部都在冒這個硫磺 硫磺 那個地方火山還在火月 很熱嗎 很熱 那那個烏龜怪芳蟹也不怕熱 我也不怕熱 水是熱的 你看到這邊在火山口的旁邊 可是這些噴出來不會燙啊 也滿燙的 也滿燙的 但是主要是跟著流光 眼睛很刺眼 你看 其實我把面鏡拿掉 眼鏡很痛 眼鏡的還是什麼 對 完全沒有眼鏡 為什麼 對 這沒有護目鏡誰敢下去游啊 對啊 當場眼鏡瞎掉 好危險喔 戴著護目鏡都不見得看得清楚 然後我現在指的就是那邊的 烏龜怪芳蟹 可是為什麼把這個拿起來 烏龜怪芳蟹 然後你看黃的地方就是硫磺的層層 是 那黃色的都是硫磺的層層 對 這是哪裡 龜山島的旁邊 龜山島 你要在這個龜 龜首的部分 那邊就有一個火山 火山這個噴泉 等於火山口的地方 你看到現在旁邊的黃的 全部都是這個硫磺的層層層 通常到龜山島 它是三合一行程 可以賞金層 對 對 還有就是它會帶你登島 對 可以去上面 對 看風景 402高地 然後還有就是繞那個島 可是你當繞島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龜尾很奇特 一直在旁邊 對 它會知道誰的季節會 白右白左 你看看我們有圖有真相 浩平這個冒著生命的危險 因為為什麼說冒著生命的危險 有可能它火山會爆發 對不對 很危險 而且那邊都是硫磺 都是硫磺 而且你記不記得在之前就 因為我這個是才幾個星期前去的 是 然後我去的時候是不是 那邊才發生地震 對 對 所以那邊其實整個地形現在很活躍 我們其實在下面看的時候很恐怖 因為你看那個氣泡 非常活躍 表示底下的火山運動其實非常的激烈 可能要幾乎要爆發了 沒有啦 不要亂講 就會嚇到人 是 然後還有就是那些螃蟹很奇特 它本來就是紅色的 你現在這樣可能因為海底藍色 看他們清楚 它很多螃蟹是炒熟了才變紅 才變紅色 它那邊是它的螃蟹就是紅色 它說一直快熟快熟了 它因為被那個程序子吹 微吹它也是稍微變紅色 但是快熟了 它又趕快去泡旁邊的海水 冷卻一下 它其實那個海龜怪方蟹 它其實是在山溫暖 烏龜 烏龜怪方蟹 烏龜怪方蟹 因為這烏龜怪方蟹很特別是什麼 它的食物就是在這些火山口 被燙死的那些浮游生物 是它吃的東西 反而造成一個食物鏈 對 然後尤其在這個 潛水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說龜山島 真的很奇特的地方 你看龜山島 其實它就是台北盆 城地的中軸線一直切過去 你知道它再過去 就是我已經介紹過的 雲納古尼 雲納國島 那個海底的石城 這個地區很奇特 怎麼奇特 台灣不是兩大山脈嗎 中央山脈 山脈 雪山山脈 中央山脈最高的玉山 對不對 然後雪山山脈是這樣斜的過來 我們都很熟悉 我們要經過雪山隧道到宜蘭 對不對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中央山脈是很完整 可是你如果看雪山山脈 它是到宜蘭這邊 你看想想的地圖是塌下去的 整個塌陷下去 因為那邊是不是也曾經發生過 類似火山爆發 那龜山島只是它唯一成為的 一個高起來的地方 那它那個地方 其實你看宜蘭的平原 以前無沙帶領很多的這些 這個移民進入到南洋平原 吳鳳 無沙就是你的祖先 不是啦 無沙是開拓台灣的 無沙開拓宜蘭的一個人物 照理講如果山脈到那邊 它不應該嘎然而止忽然塌陷 怎麼會出現一個南洋平原 那邊不是還有山雕角嗎 對不對 然後外面龜山島 你看台灣的地圖是 東北角是塌陷凹下一塊 你如果想這樣凹的一塊 如果以前也是個高山 那這以前搞不好 也真的是有古文明的存在 那邊的火山 地震 還是什麼有溫泉 有冷泉 其實蠻符合亞特蘭提斯的地形 真的假的 因為亞特蘭提斯當時他們講的 就是在這個柏拉圖的理想國上面 有兩個篇章講到 它就是說這是什麼地方 有溫泉 有冷泉 有黃金 然後呢同時這個地方 後來是遭到了火山 地震 海嘯 整個消失 當然它也是跟這個龐貝那種 我們剛才講的天譴 道德說一樣 就是因為他們這個 太奢華了 或者是喜歡這個好勇 鬥狠去攻擊別人 但是這個地方就消失了 那當然我們現在只能說 我們有蘇澳的冷泉 有礁溪的溫泉 而且我們那邊有金瓜石 整個東北角還有金瓜石 還產金 九份產金對不對 那只能說這個地方 至少在地形上 它跟火山爆發應該突不了關係 不然不應該會塌陷這樣一塊 而且你看我潛水下去 我眼睛大概回來 有兩個星期都是腫的 因為那個硫磺太刺激了 你都沒有戴眼鏡啊 好危險喔 吳鳳 他不戴眼鏡 是因為想要看到真實的狀況 因為我要知道 不喜歡隔著玻璃 我也是 你都懶得呼吸了嗎 我也是 你可不是說他連氣泡都快流 因為我們知道的那個潛水的影片 就是人家在裡面對不對 可是你在那邊這樣一下 好像拍照 一下呼吸 也沒有眼鏡 我覺得你真的是 他不是 因為下面的氣泡已經夠多了 他也不想用自己的空氣 那個氣泡不能吸 我那不能吸 那是有毒的流 不過我們知道的火箱 就是大的那種 不過台灣的火箱 台灣的地形也是跟我們歐洲那邊 知道的火箱地形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而且呢 你在去那個 去那個台平洋裡面的話 還有泡泡 就是我是覺得我的媽呀 台灣的這個地形 也太特別了吧 那有人說台灣 是亞特蘭提斯的一部分 你相信不相信 我個人覺得好像 因為 有這麼一點觀念 以前都聽過那個Atlantis嘛 我一直覺得好像是 有可能是那個非洲那邊 巴西那邊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Atlantis 在台灣 你只是聽過台灣叫佛摩莎 那個我知道啊 寶島嘛 是 Atlantis真的在這裡嗎 沒有啦 只是 以前可能不只有亞特蘭提斯 還有什麼母大陸 還有雷姆利亞大陸 好幾塊大陸 也許它的沉默 一部分在這邊 也許是這樣 我來證明一下 農料時候補充一下 台灣的那個海岸山脈 台東那塊山脈 本來離台灣 四五百公里 因為黑冰板塊 所以慢慢慢慢 每年十公分 我們經過一千萬年推到這裡來 你是說花東縱谷 在海岸線的那塊山 海岸山脈 海岸山脈 是從外面飄過來的 同樣的台灣也是飄過來的 所以Atlantis Atlantis是英文耶 是大西洋耶 對 Atlantis 台灣以前是在別的地方 飄過來的 再加上柏拉圖 講的很多的特徵 也有可能是一大塊 是 但是有些 因為火山爆發或是板塊運動 沉下去了 台灣有保留了某些特徵 被某些人用這個來做 推測跟分析認為說 台灣可能是Atlantis的一部分 有可能 你到龜山島都不曉得 吳鳳記不記得 通常到龜山島它是 三合一行程 可以賞金屯 對 對 還有就是 就是它會帶你登島 對 可以去上面 對 看風景 402高地 然後還有就是繞那個島 可是你當繞島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龜尾很奇特 一直在換它 對 它就是比如說 東北季風 西南風 它那個很多鵝卵石 大的那個石頭 它會這樣隨著季節會 擺右擺左 你知道不同季節 石頭 不是說在你眼前這樣擺 是比如說你現在夏天去 看它就是往比較北 因為那西南季風一直吹 然後到冬天的時候 又像往南 然後到了龜首的部分 一定要講龜首 當然 龜首 不然你怎麼講 龜烏龜頭 好 那就是到了烏龜的頭這邊 對 烏龜頭 你會發現另外一個景象 就是 很像海當中怎麼會有 那個就是溫泉 牛奶 而且就地熱 還有硫磺 所以像我們剛剛去下去淺的時候 像有些地方是根本就 沒有辦法看到 身手不見五指 全部都是這些硫磺 那可能你就會發現 這邊的這個地熱溫泉 非常非常非常豐富 對 那但是你從海面上 也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冒出 這個好像火山冒出那些 這個地熱的那種景觀 照剛剛教授講的 台灣是一個浮起來的島的話 我們真的希望 能夠浮到非洲旁邊 為什麼 因為我總覺得我們固守在這個 這個 I like a movie movie 他想到那個卡通影片的電影 我也有 我有配音 他配馬達加斯亞 是獅子王 你是獅子王 我愛麗絲 你不就像那個耶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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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湖上面有 你知道我在講哪一隻嗎 那個湖猴 Lemuel 不是氣了 對 湖猴 湖猴 湖猴就是一般人在配一個 你好不像獅子喔 我配的音很像獅子 我是愛麗絲 原來是你 對 原來是我 希望我們台灣 就能夠浮到非洲那邊 不要再鎮守什麼 這個亞洲東亞這種航線 這個好像在這邊 戰備跑道 人家這個美國跟中國 還一直在搶這些航道 我們好像自身 不能自身事外 那你飄到那邊 飄到那邊更危險 你知道那邊是哪裡 馬達加加上面就是 海盜出沒的索馬利亞 好的 既然浩平講了 我們再把台灣的島浮到 那個美國東邊的 那邊是百慕達 好 也不行 海盜我們留在這裡 我們還是暗兵不動 在這裡就好 敵不動我動 對 敵一動我亂動 希望我們大家都 處在這個寶島好好的 敬敬業業 希望我們台灣人民 有一個好的生活的方式 看我們的節目 你就會幸福一輩子 沒錯 好 記得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11點 準時收看我們 非常易世界 謝謝 拜拜